陈玉希与全红缠 十米台上的双星闪耀与王者之争 在跳水界 十米台一直是英雄辈出的舞台 而近年来 陈玉希与全红缠的崛起 更是为这片水域增添了无数光彩与话题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临近 关于两人 谁将成为十米台新王者的讨论愈发激烈 然而 在经济体育的殿堂里 真正的王者并非由单一赛事或成绩定义 而是由无数次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的历程铸就 双星闪耀 陈玉希的稳定与全红缠的经验 陈玉希 这位年轻的跳水新星 以其稳健的发挥和卓越的技术著称 在2023年游泳世锦赛上 陈玉希凭借431.20分的总成绩 夺得女子十米台冠军 她的每一跳都几乎无懈可击 展现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平和心理素质 陈玉希的臂力惊人 动作完成度高 尤其是高难度动作的执行能力 让她在比赛中始终保持着领先优势 而全红缠 这位年仅17岁的跳水天才 自东京奥运会以466.20分的惊人成绩 夺得女子十米台冠军以来 便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全红缠的跳水动作 以入水水花极小而著称 她仿佛拥有水花消失术 每一次入水都如同针落水面 几乎不激起任何波澜 全红缠的爆发力和空中姿态控制力 令人叹为观止 她的每一次跳跃都充满了力量与美感 王者之争 技术与心态的双重考验 陈玉希与全红缠之间的竞争 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较量 更是心态与意志的比拼 在十米台上 每一次跳跃都是对运动员身心极限的挑战 陈玉希的稳定发挥 让她在关键时刻能够顶住压力 保持冷静 从而发挥出最佳水平 而全红缠 则以其惊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 不断突破自我 创造新的奇迹 然而竞技体育的魅力 在于其不可预测性 在比赛中 任何微小的失误 都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因此 对于陈玉希和全红缠来说 如何在比赛中保持专注 稳定心态 减少失误 将是他们争夺 十米台王者宝座的关键 巴黎奥运会 双筋梦想与王者加冕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临近 全红缠的双筋梦想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期待 然而 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一事 在高手云集的奥运赛场上 全红缠将面临 来自世界各地的 顶尖选手的挑战 同时 陈玉希作为她最强大的 竞争对手之一 也将全力以赴 争夺这枚金牌 然而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陈玉希与全红缠 都已经证明了 自己在十米台上的卓越实力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 书写了属于中国 跳水的辉煌篇章 在巴黎奥运会上 无论谁能够站上 最高领奖台 成为十米台的王者 都将是中国跳水队的 骄傲和荣耀